美国加州灵火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消整人员大举出动扑灭火势之际 南加州西米谷出现新火点 当局担心随着强风逼近 灵火形势恐怕会进一步失控 当局发布了红旗警告 促进民众及时撤离家园 以防万一 美国北加州和南加州野火烧不尽 火势不仅没有缓活的趋势 反而越烧越旺 如今更蔓延开来 首当其冲的旧式西米谷地区 熊熊烈火一路烧到高速大道旁 灰烟直冲云霄 驾车人士碍于能见度比较低 不得不放慢车速 沿见情况十万火急 可能随时危急公路使用者 当局当下派出直升机救援 从高空撒水灭火 洛杉磯销政局长奥斯比透露 北加州和南加州临火越来越严重 烧毁的土地面积目前已经突破9万英亩 也造成死伤无数 但是当局承诺将会竭尽所能 全力支援 也希望民众充分配合 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早上 共有228人失踪 下落不明 死亡人数则已经攀升到31人